美国CPI公布在即,关注美元反映 美国劳工部将于北京时间周二20点30分公布美国9月CPI报告 目前市场预计美国9月CPI月率有望上升0.2%,年率上升1.4% 而核心CPI则可能为月率上升0.2%,年率上升1.8% 油价是导致CPI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,由于国际油价在9月份变动不大 因此预计CPI变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而剔除油价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则更具有参考意义 该指标也是美联储关心的指标之一 若该指标超出预期,则美元可能会走强 反之则可能会走软 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,该数据一直保持在0.1%至0.3%之间波动 但受疫情影响,近期该数据的波动开始放大 上个月该数据公布后美元曾短暂走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